嗨大家,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利用月亮的阴晴圆缺,利用月亮的月象去许愿 所以今天是一个许愿指南的视频 那今天这个视频会涉及到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可以利用月象去许愿 涉及到一点点的原理 相信大家知道了原理之后呢 你会对于许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恐慌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疑惑 当你消除掉了这些恐慌也好,疑惑也好 那么你就会更加纯然的去相信你的愿望可以成功 这一步对于我们愿望的达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的想法是没有直接去告诉大家 哦,今天是双女座星月 你要许一二三四这几个愿望之一 我不会这样,我会希望能够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吗 希望大家能够经过今天这个小视频呢 你可以自己去编写适合你的愿望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编织你想要施展的魔法 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月亮啊 月亮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了 月亮呢,它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方的神秘学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星体 我们的古人呢,也经常讲说 太阴主一世之快乐 太阴呢,就是古代对于月亮的一个称呼 那么月亮呢,它大概是每28天左右会完成一个 从圆到缺 从缺到圆的一个周期变化 那么在它的光芒进行周期变化的时候 我们人站在地球上 其实肉眼可见月亮的变化,对吧 那么月亮的这种阴晴圆缺的变化 在结合它所落入的星座 这个,这两者叠加所引动的这个能量 我们去利用这个能量来推动自己愿望的达成 就可以让我们的愿望有一个更好的推动 这个呢,如果我们再去追溯它的原理 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如其在上 如其在下 就是说天上的天象去决定了 我们人世间地球上的人世间的一些变化 这个就是青天剑的业务范围啊 青天剑成夜观天象 看到了什么紫微星 什么微月充艳 《征环传》大家应该有看过啊 其实就是利用天上的这些天象 那么我们根据星月也好 满月也好 如果你进阶一点的话 你会通过突月啊 或者是其他的梅月啊 去许愿 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利用天象来助推愿望 这里再跟大家提一点体外化 就是你助推愿望的东西啊 可以有很多 你可以利用天象 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物品 并不是说只有利用天象才能助推愿望 而是利用天象助推愿望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简单方便操作的途径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星月 星月呢,其实是这样 星月的时候我们站在地球上 其实看不到月亮 我们看起来的就是 你们不要看这个图啊 我们看起来其实有点像 就是月亮是黑乎乎的 所以我们会看不到 这个是因为呢 星月的时候啊 月球没有反射任何的光 它就是黑乎乎的 所以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是因为月球它在星月的时候 是处于太阳和地球的一个直线的中间 所以太阳光是没有办法被月球反射到地面上的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啊 从星月往后 那就是月亮的光芒一点点增加 一点点增加 一点点增加 它就是从没有光到有微弱的光到满月 这个从星月到满月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月亮的光芒在越来越强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是星月这一天呢 包括从星月到满月之前的这段时间 都是和我们去许一些 我们希望就随着月亮的光芒 要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就是去推动一些 我们希望它增加的愿望 比如说在星月这一天 我可以许一个 我希望我的财富越来越多 我希望我和男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好 或者是我希望我开展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接下来的进展越来越顺利 非常的好 那么你想啊 你许的是增加 相关的愿望 对不对 你在这一天许 从这一天开始呢 月亮的光芒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那是不是你的心愿的达成 也越来越好 你所希望的这种丰盛 也越来越丰盛啊 这个就是 星月的时候 我们适合许的一些愿望 那这里注意 适合许不代表 唯一只有这几个愿望可以许 天象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大家千万不要有那种限制性的思维 这里只是给大家举例子 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那么星月之后呢 其实我们分别要经历的几个月项啊 这里是霉月 这里是上弦月 然后呢 是迎突月 然后是满月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满月 满月的这一天呢 其实月亮的光芒最明亮的这一天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月亮的能量也达到了至高点 从星月到满月能量越来越强到满月达到了至高点 那么从满月往后到下一个星月 这个能量也是在衰退的 也就是说我们满月的这一天我们可以许什么样的愿望呢 我们可以许那些你希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减少 或者是可以被消耗出去 比如说大家如果你是敏感体质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好像每到满月的时候 自己的情绪会有一些太过于高昂 比如说类点非常的低 或者是很愤怒或者是什么 所以满月这一天非常适合我们去取一些释放类的愿望 比如说释放一些愤怒 比如说去让自己宽恕什么 或者是你希望任务越来越少 烦恼越来越少 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一天去设计去许愿的 那么另外呢 因为满月这一天的月光是最强的 所以你有什么magic需要去用月像去推动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满月这一天 因为满月这一天的能量是最强的 如果希望得到月光的助力 那么选择满月是很OK的 比如有一个很经典的小巫术 就是说在满月这一天去制作一些月亮水 还有去喝下一些充满了月光能量的水 就可以让自己的灵性增强 好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讲讲许愿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可以利用月亮的月像对吧 最简单的我们就可以利用心月 还有满月的能量去许不同的愿望 以及呢我们可以看这次新月或者这次满月 月亮是在什么星座 我们再结合这个星座的能量去许更适合这个星座能量的一些愿望 那好我们已经决定了在哪一天许愿望 我们也已经了解了这一天的月像 之后呢我们要采用的许愿方式有哪些 这里只是跟大家简单的罗列出来 不见得说只有这些 首先就是脑子里想一想 脑子里想想用一个专业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说视觉化 脑海里面把你想要许愿的这个愿望啊 把你的愿望成真的那个场景在脑海里面展示出来 也就是好像是你在脑子里面看到了画面一样 视觉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视觉化这个点呢 要看你的松果体发不发达 要看你的能量强不强 你的魔力强不强 你够强的话真的是脑子里想想都可以成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强那只在脑子里想他对愿望的推动的这个我们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 他这个百分比并不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再结合叠加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写在特定的许愿纸上面 那么写在许愿纸上的这个格式啊 我跟大家讲其实越到后面的细节比如说格式啊你的名字写英文还中文啊 越是细节它影响的 它的影响力越是比较小 所以大家不要去死扣一些细节 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得更好 当然也是更完美的 但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你今天来不及准备许愿纸啊 你手头只有这个颜色的笔 没有其他颜色的笔 这些小细节它不会真正从根源上妨碍你愿望的达成的 好就是写在许愿纸上也是一个办法 那么再来呢就是通过蜡烛许愿 这个蜡烛魔法也是非常经典的研究非常多的一个仪式 再来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特定的仪式去许愿 再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像神灵去许愿 比如说初一十五要上香对吧 拜神佛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像神灵许愿要注意啊 因为你像神灵许愿相当于是求人办事 求神办事 那这个愿望成功了之后 你一定要去答谢一下 再来就是如果前面这些都条件不是很允许 除了脑子里想想这个许愿纸也没有 蜡烛也没有特定的仪式 这个更没有条件去准备 然后也手头也也没有说很方便去像神灵许愿的话 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通过像特定的象征物 这里呢比如矿石符号草药金币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动作照片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许愿的方式五花八门殊途同归 你们千万不要再去纠结就是 啊一张纸我的名字写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 不要去纠结这些细节 纠结这些细节只会给你带来担忧和恐慌 担忧和恐慌都会妨碍你愿望的达成 好那说到愿望的达成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愿望是怎么达成的吧 其实愿望的达成很简单 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呢就是事宜的天象 天时就是事宜的天象 那我们比如说选取了新月去推动增加的愿望 选取了满月去推动释放的愿望 我们的天时这一点已经达成了 再来就是地利 地利的话呢就是你要拥有 承载这个愿望的相关物质载体 比如前面提到的许愿的方式 你要向特定的象征入许愿 你是不是要有物品啊 你要在许愿纸上许愿 你是不是要有许愿纸啊 这些就是说地利 再来呢就是人和 其实人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天时和地利 天时大家在一个地球上 大家的天时都是比较接近的 地利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准备一些物品 人和呢就是你个人的努力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尤其是个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觉得说许愿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事情 许愿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综合能量的叠加 最终愿望的达成 一定是通过你个人的一些努力去达成的 那我们来聊一下许愿这件事情啊 许愿你的愿望达成的根本 其实在于相信两个字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许的那个愿望 在许的当下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话 那个愿望往往它就不会成功 但是如果你许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愿望大概率是可以成的 如果我在通过其他的一些能量去推动和叠加的话 它成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我希望它成 我非常希望它成 我要努力让它成 那这个时候你的愿望是非常容易达成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不建议大家去死扣细节 因为你死扣细节的话 你真的会很焦虑 你焦虑的时候 你许愿的时候 你带入了什么样的正能量也好 负能量也好 你这个愿望就很有可能会受到这个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影响 那如果你在许愿的时候 加入了很多恐慌啊 焦虑啊 害怕这个害怕那个 很有可能造成的一个情况 是愿望反方向达成了 就是去你的愿望最终成真是成了那个 你害怕的 你不想要的 所以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呢 就是愿望达成之后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通过特定的人 或者是特定的神灵许愿 你要去感恩 你要去还一下愿 那如果你是通过蜡烛啊 通过许愿纸啊 你也要对着这个物品啊 怀着一种感恩之心 把它去销毁 销毁的方法 五花八样 像我们中方的销毁 就是烧掉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中方的还愿 就是你意念 还有口头去还 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还愿 那西方比方说 你的许愿纸一直是保留着的 等你的愿望成功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许愿纸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或者是用流水给它冲掉 或者是给它烧掉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又不方便用流水 又不方便用火烧 你什么都不方便 你不方便撕掉 怎么办 你就怀着感恩之心 对它说 说谢谢你 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 谢谢你的帮助 我现在不需要了 你把它丢掉就可以了 好 好 好